这里纠正一下啊 我前两次说到这个小南门外 红阴路158号 团委家属院 是他后来是省团委 柳馨从文革开始的时候 被调回西安参加运动 那时候住在这个所谓省团委这个家属院 那时候是就是做协的家属院 这时候省团委是后来的事情 所以说是我前面说这个省团委家属院是错误的 是纠正一下 然后上次我说到不知道刘浦 为什么对我突然这个 我们这个关系突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后来到了做协 找到了王文师的那个儿子 才知道 说他妈妈自杀了 也就是马卫阿姨 他也没告诉我 王文师这个孩子也没告诉我具体是怎么回事 只是说跳井 而且说是回到王府庄 接下来几乎在几年之内 我一直就是试图了解到这后边的真实情况 但是不太可能 那时候资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有这么多通讯工具 我只是断断续续续从大字报 街头大字报 就是批判性的大字报 对马卫阿姨的攻击 等等这方面 各方面 然后呢 另外从一些那个红文兵小报 就方方面面 得到一些非正式的消息 说是当做一些文化局 在钟楼 那时候西安市那个地标建筑钟楼 每次发生重大事件 包括主要主要指的是政治运动 重大事件都会在钟楼的那个四壁上 贴出大字报 钟楼上出现的大字报 成为一种政治的风向标吧 我听有一种说法 就是文化局造反派 给那个钟楼上贴出这个 批判这个柳青的大字报 柳青的这个大标语的时候 批判柳青的大标语的时候 然后马卫阿姨有点承受不了 其实马卫阿姨那时候 还是比较积极参与运动 可是呢 他看到这个以后呢 他的那个情绪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据说是当天 当天 他看到大字报以后 当天就乘车 到回到了黄府庄 挑了紧 但是呢 可能最权威的说法吧 就是以后在一些史料里有记载 包括最近的看到一些史料里记载 说是在黄府庄南 村南有一口大井 在这自杀的 头井 后来那个我当时 听到文革中听到的 说是头井自杀 回到黄府庄 我立刻就想到了 我们在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那几年 经常被柳青 白白接到这个黄府庄 然后过周末的时候 马月阿姨从那个井里边给我们捞 那个西瓜 就是放在那个井里边 是为了冰镇嘛 冰镇西瓜 详细这个镜头 所以心里边就特别不是滋味 这个事情 然后虽然我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 我自然是非常痛苦 也只能和我们小学同学们 偶尔焦虑焦虑 说说这事 可是我始终没有见到刘普 所以没法印证这件事 也不太可能去印证这件事 只是我突然明白了 他为什么当时跟我决定 这个大概是1969年 这是马月阿姨应该是69年 去世的 大概是在70年 就隔了一年以后 70年前后 有一天我在这个西安市文昌门 就是碑林 碑林博物馆那门 碑林博物馆门前 那个城门洞 那个城门洞叫文昌门 那个城门出来以后呢 那到一路全是那个文艺单位 就是戏剧院 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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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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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就是文艺路 那条路上 文艺单位比较多 当时那个 那条路的两边 就有很多这个小吃 就是卖小吃的这个摊铺 然后就在那条街上 我有一天 我就是邂逅 我骑着车子碰到了刘浦 当时我们这已经几年没有见面了 所以分手以后几年没见面了 所以迎面走来 我突然就一愣 我第一印象就是他 他对我是 咧着憨憨厚的大嘴 笑着就像柳星白白样的 咧着大嘴 笑嘻嘻的 我心里稍微踏实一点 对 我确认一下 那是70年 70年 然后呢 因为我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小说 短篇小说 在舞会上发表 就是那时候 在文艺路碰见刘浦的时候 恰恰是我发表作品 之后不久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 听说你在言和 就是作协的机关刊物 言和杂志上发表了小说 我说是呀 你怎么知道 我想这话是问的是多余的 因为刘浦是作协的子弟 当然对他们单位的机关的 刊物上发表什么东西 他说他是会有所知的 是吧 后来我说是呀 不成体统 我就 壮模作样的 我就客气了一下 写的差远了 因为我心目中确实话 想起不是我说过吗 三年级的时候 我和这个刘浦两人商量了人员 他创作文字 我来画画配画 准备创作小儿书呢 为什么请他去做文字呢 一个是他爸爸是大作家 另外一个他本人的 这个文字功力也非常好 所以说今天他当面问我 这个就是祝贺我 在作协发表的作品 祝贺我 在这个言和上发表的作品 这确实着实让我脸发烧 我说这个写的不行 他说挺好挺好 也不知道看过没看过 就是挺好挺好 显然客气话 后来我说尴尬之余 我突然想起来 我就说 其实你应该写 我觉得你和你妹妹 他妹 刘浦的妹妹也在保小 我说你和你妹妹 你们文字功力都挺好的 你们要不写真可惜了 他好像戴点面孔 戴那个表情 戴点嘲讽 或者说是鄙夷 很微妙的一种表情 然后 往常眼睛朝旁边撇了一眼 就说 我们不会写的 我说为什么 我这句话问的真是多余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说了一句话 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 我们家全家孩子 他是五个吗六个 说我们全家孩子 发誓永远不重文 后来实时证明 他们家孩子 多数去走上了功课的道路 当时呢 我觉得我记得 我们当时就匆匆交流了几句 然后就分手了 因为都在西安市 虽然几年没见面了 但是大家觉得 再见面也不是不可能 对吧 所以就随便就分手了 可是分手以后又是那么几年 我就感觉一直 老想起这个刘浦 老是想起这个 似乎想恢复这种关系 但是又 又好似乎不太可能 接着 接下来又传来消息 他被选拔为功能兵学员 就是功能兵大学生 70年 好像是70年 开始北京 清华 接着就是全国各个大学 开始开放招生 文革后开放招生 就招生了第一批 这个功能兵学员 就是功能兵大学生 记得那是功能兵大学生 参差不齐 有的孩子已经多大了 还有上课的人都40多岁 带着茶杯 喝茶 还得离不了茶杯 然后抽烟 当然课堂不能抽烟 但是他们那个底下下来以后 那个年龄参差 参差不齐 其实小的小 大的大 老的老 少的少 是吧 因为那时候功能兵学员是 他不是靠应试 而是单位领导推荐 另外所谓 依靠自己的表现 当然这个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最后是领导推荐为主 群众选拔 领导推荐 最后学校招取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就开始了这个 刘浦就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这以后我们就 他这个大学 还是还是在西安 我就不说哪个学校了 他在这就一直干到了退休 他当时考的是自动化控制专业 是功课学校 应了他那话 他们家人孩子发誓不在重文 显然是父亲的给他们带来的创伤 是吧 然后这样一来呢 我是 又过了大概十年左右吧 我去了北京 因为照看父母 去了北京 在北京 居住了近乎二十年 在这期间 我有两次 邂逅 这个 刘浦 一次是我在回西安以后 从西安返回北京 回西安办事 返回北京的时候 在四十二路 不是 在四十二次附近列车上 西安附近列车上 卧铺里 偶遇这个刘浦 当时因为在列车在行进中 又没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我们俩只能在那儿交流 只能在那儿聊天 虽然他在另外一个一截车厢里 我们那儿坐那儿就多说了一会儿话 在那次谈话中 我知道他在这个西安这所大学里已经 已经是 那时候已经是副教授了 还是教授 他是参加那个中科院的一个 一个什么工程项目 他是成员之一 附近 在来回在这个 这条路上 就那一阶段 反反复来回去走 北京就是出差吧 出公差 所以这次谈话中 但是呢 我说句老二话 尽管我们过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然后现在事隔多少年 又在这样发生那些事情 现在又是见面 按道理说 可以探听一点 就是说一姐当年那个 那个谜吧 可是呢 我始终没能敢触碰那个 最敏感的部分 没敢问这些事情 就装不知道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都避而不谈这个事情 后来临分手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很难得 这么多年 第一次有这么一个密切的交流 我想咱们也 这一分手 又是多少年不见 多少有些遗憾是吧 当然是很大的遗憾了 我说那不妨 我们就留个电话吧 那时候我们已经 大家都已经有这个手机了 后来我就说 咱们能不能留个电话呢 一边我们保持联系 从今以后 他想了想 他那个脾气就是那样 说了一句 没有必要了 这计划一下子把我们又拉到那个冰窟里 从刚刚见面的 久别重逢的这个热情中 突然一下就拉回那个冰窟里 我一下子 等于是敲醒了我 刘浦 以致他的个性 还是那个当年的刘浦 我明白该怎么处理 不必再追问 所以我带着极大的遗憾 把这个遗憾隐藏在心底 我们分了手 果真这次分手又是 大概七年吧 八年 后来好像是03年的时候 是已经到这个世纪了 2003年吧 那一年的时候 西北第一保育小学的这个 同学们发起一个 返校聚会的这个一个活动 是在西安东六路 好像是邮政宾馆 在这个宾馆里头 那次来了300多人 我们在北京里 有七位保肖的同学 好像有这个董安健 后来是禀班的 是那个后来是南水北调的 那个总工程师之一 还有一位是 就是杨虎成的那个孙女 还有就是高达沙 就是高岗的孙女 等等 这是我们从北路 就是从北路 北京方向返回西安的 就这么几个人 在这次会上呢 我一去 实际上我一到那个 聚会那个现场 我就迫切在寻找这个 看这个刘普来了没有 哎呀在人群中 果然碰见了他 那次我是觉得就非常激动 但是他我看出 他在和很多人在交流 在交谈什么的 我也就是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各自忙各自的 整个开会过程中 最后呢 再也没有接触 到结束的吃完会餐以后 晚上这个 就是大家在宾馆里边 给我们安排跳 安排这个KTV唱歌跳舞的时候 哎 我看到了刘普 因为那个参加唱歌跳舞的 那个人并不是太多 可能有不到20个人 因为他那个舞厅 歌厅也不大 中间是舞厂 周边是咖啡座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 北京来的 已经坐在那了 在喝 刘普来了 刘普来了 给我笑了一下 然后呢 因为灯光比较暗 他坐在旁边的一个 对面的一个座位上 也在喝咖啡 哎 待会儿舞曲响起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我一看 因为很多年没见面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按理说比较保守 这么些年改革开放以后呢 大家多少有一些 放得开了啊 甚至有些西化了 像年轻人一样的 也有这个跳舞的啊 甚至有这个跳舞的高手 这都有 不排除 所以但是我们都是 多少年不见的老同学了 所以都在观望 在乐曲开始 那么近乎一两分钟以后 才慢慢的有人走向了舞池 令我惊讶的是 第一批人里就有刘普 我想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在这几天的叙述中 大家也感觉出了他的性格 是那么孤僻 那样一个人啊 甚至有点怪异 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 非常外向的这样一个活动中啊 跳舞 他是第一个急先锋 下了舞池 然后邀请了一个同学 随手就邀请了一个女同学 然后他们就在台上跳的 偏偏起舞 偏偏起舞 跳的就是那个华尔兹 我当时令我惊讶的是 他非但他的下舞池令我惊讶 而且他那个舞姿 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那种多少年以来的刻板印象 因为当时他跳那个华尔兹那个舞蹈 他动作 他的个子并不高 但是呢 他带起对面的那个女生 好像比他身材高一点 完全可以 把他带动得起 在这个华尔兹嘛 但是比较积月悠扬 动作幅度也比较大 在舞池里旋转 所以当时一下子震惊了全场 我当时非常惊讶 我说老实话也是恢复恢复多少年 我也是半会四会不会的 会不会不要紧 就是很难有这个雅信 和这个激情下的舞池 所以我看到刘浦这个表现 确实令我吃惊 一下子让我想起我在70年 就是我们 他们家发生变故以后呢 70年我的作品发表了 而且我们俩在唯一路见里面 而那个 那年我发表的那个作品 的名字也恰恰就叫做 在舞会上 所以当时我看她跳这个舞的时候 我觉得简直她就是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小说的一个现实版 我那小说在舞会上那个女孩在舞池里 独自是交际舞 但是她独自一人在里边 虚拟的舞伴在舞池里的偏凡起舞 然后穿一身黑纱 然后呢我当时描写那个 现场就像是一只黑色的大鸟 在舞池里疯狂也都在 在游走 显然是带着自己的很多愤懑的情绪 当然那是伤和闻去 由于那个女孩子的家庭里发生一些变故 她的性格变成这样 再寻找一种宣泄吧 这时候呢我难免就联想到 看到刘武 刘普在这个舞池里偏凡起舞 我难免就联想起我那篇小说 可是冷静一想 现在已经是 那时候已经是03 21世纪了 事隔多少年 那个过去那个创伤显然 已经有所平复吧 应该说刘普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的性格 以及等等 所以老实话说 说是这个第三次说这个刘普 说刘新家的孩子 我真 我都觉得很难表述 因为我一直边说在边在想 因为我说我 让我说他吧 更多的是过往的事情 现实版的 现实的事情 我知道的并不是太多 甚至有的都是道听途说 而有限的这几次 就我刚谈到的几次见面 又都是仓促结束 而且在这个 似乎我们俩只要一见面 他立刻就恢复到 六七年 六七年那一年的 那个刘普 矜持 性格怪异 沉默寡言 真的让我 我觉得这此生要说有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和刘普的关系 最大的遗憾 大概是去年吧 我听到一个同样是我们保晓的一个同学 跟他在一个大学里头 大家都已经是 去年应该都是六十八岁的人了 接近古希之灵 提到过刘普 他已经退休 他酷爱狗和一只金毛大权 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刘普的故事吧 我只能说到此 让我再冷静想想 或许以后还能做一点补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